本来应该出现在姓香的警方巡逻签道表 如今却在水沟漂浮并且遭到撕碎 这让无意高中生赖姆相当害怕并且报警 自从5月4号高中生儿子过世后 传出有黑道寄予赖家财产 让赖姆相当担心人身安全 于是向第五警分局申请临时巡逻箱 但9日赖姆却发现临时巡逻箱的 签道表被剪断还被丢到水沟里 让他相当害怕于是报警 进入某大楼前方实义将料南查契道案 并在附近搜查循回循罗带及循罗表 全案循问制作起录后 依刑法第138条回损公务罪协 引起台中地点署罢兵 本分局强调 迄今地名接获黑道寄贺赖姆警示 意味接获人身安全危害的报案 顾问媒体重报 赖姆家中陷入遭破坏地名属事 全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相关网络传闻云非事实 只要涉及违法 本分局将依法侦办 请听众切勿心信